藏族女孩第一次听说上海的楼房有一百多层 就是我是说这样一楼一楼的 对啊 一百多 对啊 哇 不看得一吗 真的 那怎么似乎出来的 女孩名字叫做慈母 娇小可爱的她每天抱着小杨站在景区门口与游客们拍照赚钱 而拍一次仅仅只要五块钱 可由于慈母性格比较腼腆 始终不敢上去与游客们说话 所以她经常会招揽不到生意 生意冷清的时候 她在寒风中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 十二年前 竹内亮导演来到那帕海旅游景区拍摄纪录片 在他们经过一出大门的时候 不经意间在转角看到了一位女孩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起来 当慈母取下口罩的瞬间 她那天真淳朴的美 以及充满灵气的眼睛 一下子就俘获住了我们的心 不禁得让人心里产生一种想要保护她的感觉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一次在长江边相遇的一面 竟然会改变藏族女孩慈母的一生 这一天 慈母和东东在大草原上散步聊天 一架飞机的略过激起了慈母的好奇心 那飞机里面能坐多少个人呀 飞机里面啊 大飞机差不多快到四百多人 不是吧 真的 我不相信 飞机里面能坐四百天 那天上是不是有那个飞机的路 这个怎么说呢 看着慈母纯真的模样 东东心里便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要邀请这名天真的女孩去看看外面的繁华世界 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上海 我好不去 为什么我好不去 你不想去吗 我就是挺不相信的 慈母并没有明确表示拒绝 但他还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因为他长这么大 去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小镇 随后慈母便邀请导演组来到家里做客 刚一进门 东东就被眼前气势宏大的装修风格所惊态 他没有想到 慈母的家里竟然会这么漂亮 在慈母家里 东东喝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杯酥油茶 而慈母就这样温柔地看着他 临近中午之际 慈母一家人热情地邀请东东一行人 一起留下来吃午饭 东东本想着帮他们一起切肉 可无论怎么使劲都切不开 还是我来吧 你可以吗 我可以了 这一拍硬我得要画一会儿吧 小心 哦 随便 随后他们在饭桌上欢声笑语地吃着饭 慈母一家人根本没有将东东当作外人 而东东为了表示尊敬 在吃饭的时候特意说一声 扎西德勒 吃完饭之后 东东想要再次邀请慈母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尽管慈母心里非常心动 但却遭到叔叔的反对 因为在这里慈母是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 父母从小就已经为他包办了婚姻 而这个所谓的丈夫却一次面都没有找过慈母 提到这个伤心事 一旁的慈母突然变得沉默不语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到了第二天 东东一行人来到慈母家里准备道别 看着东东远去的方向 慈母似乎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 没想到十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 就是我是说这样一楼一楼的 一百多 对啊 哇 不堪定吗 真的 那怎么是出来的 导演东东本想邀请慈母来到上海参观 可由于家庭的原因慈母只能不甘心地拒绝了邀请 本以为他们两人在此之后没有任何交集 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 一个月之后 慈母和自己的母亲穿着盛装来到了上海 慈母充满好奇的眼神 打亮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他们从一种文明里走到另一种文明去 这对于慈母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东东先是带他们来到外滩上面 在这里 慈母第一次见到了巨大的邮轮 止不住地感叹道 看那么大的船 哇 怎么那么大呀 这个还不算大 不是吧 还有更大的呢 那里面有什么 有人啊 那里面有人啊 随后 东东又带着慈母参观上海的地铁 看着人来人往的上班族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慈母的不知所措 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等到出地铁口后 东东提醒他往上看 哇 我不会怕 一百层高楼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慈母一点地不肯相信 他没想到 上海真的有一百多层高的建筑物 最后 东东便带着慈母坐上了观光电梯 等到电梯门开的时候 慈母心里还是非常忐忑 而东东则小心翼翼地带着慈母来到窗前 慈母站在一百层高的大楼上俯瞰整个上海 嘴里止不住地在感叹 经过这几天的游玩 慈母不舍地离开了上海 直到三个月后 慈母还给东东写了一封信 上面写道 自己去上海的那段时间 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他决定要在家乡开办一家民宿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慈母在十年之后真的实现了这个梦想 十年前的一次偶遇 他们给这个充满天真的女孩 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在导演组的邀请之下 他们带着慈母来到了上海游玩 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之后 慈母还能安心地回家过日子吗 十年之后 导演逐内亮再次冲回古地 准备看看慈母现在的生活 可当她来到村子之后 发现这里与十年前的模样完全不同 只能向一个小女孩问路 看着眼前的酒店 竹内亮导演瞳孔震惊 他不敢相信 慈母真的实现了他的梦想 他当时的梦想是开酒店了 你记得吗 他梦想实现了 任亲慈母美艳 竹内亮带着些许疑惑走进了院子 哇 好大 等到一进门 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冲了过来 慈母热情地与大家相拥 十年的时间过去 慈母变得越来越漂亮 跟十年前相比 慈母少了一些青色 但那份纯真依然保留在身上 随后 慈母带着竹内亮等人 一起参观了房间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房间内部竟然如此豪华 而且这些家具 全部都是由慈母一个人做设计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搜索一下这个酒店的价格 等到他们下楼的时候 碰见了慈母的母亲 那就是 我妈就是太感动了 她说 她就是这一生里面 就玩过最开心的一次 就是你们 在我们一家去的时候 对 她就说她永远都忘不了 哪个 就特别感谢 你会让她 竹内亮导演也非常激动 拥抱住了阿姨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那次偶遇 竟然会是这一家人最美好的回忆 晚上吃饭的时候 摄影师杨哥表示 其实他当年非常反对 东东带慈母去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发展的 是 花花世界 我担心你会去了以后 你会不会就觉得 自己的家乡没意思了 不喜欢在自己的家乡待着了 而慈母的回答 却让大家很放心 她表示 上海虽然很有魅力 但却让她更爱上自己的家乡 因为自从去到上海之后 她才明白酒店房间里 是可以有厕所的存在 于是 当年她回到家之后 立马向银行贷款了几百万 才开了这么一家大酒店 谁也没想到 在这短短的十年里 这里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天 慈母和竹内亮两人 又回到了当年相遇的地方 他们突发奇想 要给东东打个视频电话 可惜并没有人接听 而旁边的慈母 便扭过头偷偷哭泣 对于她来说 当年的回忆 实在是刻骨铭心 对你来讲 十年前的那个回忆 特别美好 对 她也知道 因为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就感觉是 这么恶待 我去了 而竹内亮 看着慈母哭泣的样子 开玩笑道 自己要吃醋了 可不可以吃醋吗 没办法 我替代不了 没有没有 可是替代不了 真的 我那个时候 回忆起来 我真的特别的想哭 那肯定的 十年之前 叔叔极力反对 慈母去外面的世界 而如今 即使要带他们去国外 叔叔表示 我也要去 十年之前 慈母被父母包奔了婚姻 而如今 慈母妹妹 则可以选择自由恋爱 即使以后不结婚 父母也表示赞同 所以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思念和经历 都值得被珍藏 我们要珍惜当下 寄予未来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慈母终于和东东见面了 哈喽 哈喽 记得我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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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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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哇 天呐 是以前那个月吗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以前那个月 是的 我完全不给你呢 是吗 好漂亮 对 他的民宿特别漂亮 激动了 能想到的人 大家都可以想到 但是实际上能做到的人 很少的 我觉得很厉害 好想去 厉害 以后我肯定有机会见到 若干年后悔都才看 思慕这段被大家铭记的人生经历 是时代的一个偶然 好像也是必然 但不管时光如何变迁 那份爱永远不变